颜值高就是人性 虽说酷酷的男人很有魅力 但是也不能太冷哭到尴尬吧 昨天谢提风现身上海为某万标品牌粘台 一席皮衣黑肆亮相的谢提风净酷有形 爱玩电动的他 现场更是进行了一次模拟的冲上云霄 驾驶员谢提风这是魅力爆棚呢 帅哥都爱保持高冷 咱们谢提风回答问题也是吸字如今 对于和王妃的恋情更是绝口不提 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 我一直都 都不是一个 太 我觉得每天都是节日了 我觉得每天都是节日了 是因为跟菲姐在一起 所以每天都是节日吗 我过去的十几年都有说这么的一句话 你可以查一下 那还现在挺欢迎您和菲姐的 然后现在是 我不会说的 停风啊停风 你就不能对媒体温柔点嘛 你这拒绝的也太直白了 昨天阿萨和陈卫婷的分手训言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欢呼雀跃 拍手叫好 有人惋惜 直言不再相信爱情 不知道作为师哥的停风 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不敢去说了 因为这个毕竟是两个人的事 那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不多说了 那你有没有去 就是之后会去关心一下他 我觉得我不说 大家也不用说的太多 反而是最关心的话 就空间嘛 过来人的经验是一定要听的啦 既然停风不愿谈感情问题 那咱就聊聊工作吧 听说停风会带着孩子上 爸爸去哪儿第四季 这是真的吗 那这些好像就是说 网上有说你会去参加爸爸去哪儿 比赛 你不会 不会 没有说到会这样的要求 没有 没有 那你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 停风啊 你这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 颜值高就是人性 虽说酷酷的男人很有魅力 但是也不能太冷哭到尴尬吧 昨天谢霓芬显身上海 为某万标品牌粘台 一席皮衣黑超亮相的谢霓芬 竟酷有形 爱玩电动的他 现场更是进行了一次 模拟的冲上云霄 驾驶员谢霓芬 这是魅力爆棚呢 帅哥都爱保持高冷 咱们谢霓芬回答问题 也是吸一字如今 对于和王菲的恋情 更是绝口不提 停峰啊停峰 你就不能对媒体温柔点吗 你这拒绝的也太直白了 昨天阿萨和陈伟婷的分手训言 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欢呼缺跃 拍手叫好 有人惋惜 只言不再相信爱情 不知道作为诗歌的停峰 有什么想说的呢 过来人的经验是一定要听的啦 既然停峰不愿谈感情问题 那咱就聊聊工作吧 听说停峰会带着孩子 上爸爸去哪第四季 这是真的吗 那之前好像就是说 网上有说你会去参加爸爸去哪地赛 你不会 不会 没有说到会这样的要求 没有 没有 那你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 停峰啊 你这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